好 接下來方程老師來介紹 我如何將一個循環小數畫成有比數的形式 就是分數的形式 這個要怎麼畫呢 那它有公式嗎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公式是對的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公式出來 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公式出來 你能夠說明 利用這個字子來說明 你的公式為什麼是這樣 你可以把公式完整的說明清楚 一個循環小數要畫成分數 它的公式是怎樣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公式呢 這個公式對的呢 你可不可以說明 好